亡羊捕牢 成语故事 从前有个养羊的人 一天早上他放羊时 发现羊圈破了个窟窿 夜里狼从窟窿里钻进来 叼走了一只羊 邻居劝这个人 赶快把羊圈修一修吧 这个人却说 羊都丢了 还修羊圈干什么 可是第二天一早 这个人去放羊时 发现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 叼走了一只羊 他后悔没听邻居的话 赶紧动手 把羊圈上的洞不好了 从那以后 他的羊再也没有丢过 寓意 比喻出了问题后及时补救 免得以后再受损失 例句 我们应该考试前就认真复习 等考完是在亡羊补牢 就太迟了 半途而废 成语故事 从前有个叫乐羊子的男人 娶了一位温柔又聪明的妻子 他外出拜师求学 仅一年就回到家中 妻子惊奇地问道 才一年的时间 你怎么就回来了 乐羊子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时间长了 很想你 所以回家看看 没有别的事情 妻子听了乐羊子的话 拉他到织布机旁 用剪刀把织了很长时间的 不给剪了 并批评道 我把不剪了 前面就白支了 你在外面求学 与我支不是一个道理 如果做到一半就放弃 不就白白浪费时间了吗 乐羊子听了妻子的话 深受触动 于是又继续求学 一连七年没有回过家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寓意 形容事情没做完 就中途停止 不能坚持到底 例句 如果你总是半途而废 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狐家虎威 成语故事 遥远的森林里 住着一只凶猛强壮的老虎 动物们都非常怕他 有一天 他抓到了一只狐狸 狐狸说 我是上天派下来 做万寿之王的 如果你吃掉我 就会受到惩罚 如果你不信 就跟着我在森林里走一圈 看看动物们 是不是见到我就害怕 于是 老虎便跟在狐狸后头走 它们每到一个地方 那里的动物 都会吓得四处逃散 老虎见状 就相信了狐狸说的话 但它并不知道 动物们真正害怕的猛兽 其实是自己 寓意 比喻凭借别人的权势 来欺压 吓唬他人 例句 他狐家狐威 欺负低年级的同学 画蛇添足 成语故事 从前有一户人家 请了三个人帮忙做事 事后主人 就拿出一壶好酒赏给他们 但这小小的一壶酒 根本不够三人分 于是大家商量说 我们都来画蛇 谁先画好 谁就喝这壶酒 其中有一个人先画好了 但他看到同伴还没有画完 见时间有鱼 就又给蛇画上了四只脚 这时 另一个人也画好了 一把夺过酒壶 把酒全喝了 并且笑道 蛇有脚吗 你这画的 根本不是蛇 我们是比赛画蛇 你输了 寓意 比喻做了多余而不恰当的事 反而把事情弄糟了 例句 他这样做 真是画蛇天足 掩耳盗铃 故事内容 从前有个妇人 她家有一个特别漂亮 制作精良的种 有个小偷听说了 就想把钟偷出来卖钱 他想用铁锤 把钟仙敲成碎片再带走 可一锤下去 大钟发出的巨响 把他吓了一大跳 他很害怕别人听见后发现他 就赶快用双手紧紧捂住自己的耳朵 声音就小多了 他以为自己听不见 别人也一定听不见 便塞住自己的耳朵 放心大胆砸起钟来 周围的人听到 咚 咚 咚一声接一声的钟声 立马赶了过来 将小偷抓住了 寓意 比喻自己欺骗自己 明明掩盖不了的事情 偏要想办法掩饰 例句 小猫闭着眼睛偷奶酪吃 简直是掩耳盗铃 对牛弹琴 成语故事 古代有一位叫功名仪的音乐家 他的琴弹得很好 深受大家喜爱 有一天他带着琴来到郊外 见到一头正在埋头吃草的老黄牛 就兴致勃勃地给他演奏起来 可无论他弹奏什么曲子 老黄牛都无动于衷 只顾吃草没有一点反应 最后老黄牛吃饱了 便慢悠悠地走开了 功名仪非常难过 就回去找朋友喝酒诉苦去了 被朋友笑话说 不是你弹得不好听 而是牛根本听不懂啊 他这才明白过来 应该给懂音乐的人弹琴才对 寓意 比喻说话时不看对象 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 对不懂得美的人讲风雅 例句 他一点都不懂篮球 你跟他讲篮球比赛 就像对牛弹琴 守株带兔 成语故事 从前有个农夫 正在田里辛苦地耕种 忽然看见一只兔子 见一般的飞奔过来 撞死在田边的大树上 这个农夫把兔子捡起来 高兴地说 太好了 今晚有兔子肉吃了 一家人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兔子肉 农夫心想 我的运气真好 今天有兔子撞死 明天说不定也有 我只要在那棵大树下等兔子就可以了 第二天 他到地里 也不干活 只守着那棵大树 一直等到太阳落山 也没等到撞死的兔子 不甘心的他 第二天又坐在那棵树下等兔子 他等呀等呀 只等到地里的野草 长得比庄稼都高了 连个兔子营也没有再见到 寓意 比喻西图不经过努力 而得到成功的侥幸心理 例句 我们不能守株带兔 而应该主动出击 才会有所收获 亚苗助长 成语故事 宋国有个农民 嫌弃自己种的核苗长得慢 施肥除草也不见效果 于是他绞尽脑汁 想出了一个办法 到地里用手 把核苗一株一株地往上拔高 从早忙到晚 累得气喘吁吁地回家 对家里人说 今天可真把我累坏了 不过 我总算让核苗一下子就长高了 他的儿子急忙跑到地里去一看 核苗已全部死光了 寓意 比喻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 急于求成 反而坏事 例句 对孩子的教育 要循序渐进 不能压苗助长 坐井观天 成语故事 从前在井里 住着一只小青蛙 他对自己的小天地可满意了 时不时就要吹嘘一番 他邀请小鸟来井底玩耍 可小鸟却说 井底有什么好玩的 你出来跟我玩吧 外面有看不到的蓝天 高高的山和又漂亮又香的花 小青蛙不信 非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 于是小鸟不愿意它便飞走了 他又邀请海龟进来井里游泳 可海龟却反过来邀请 他去无边大海畅游 还说 你一直住在井里 当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可小青蛙还是坚信 世界只有井口那么大 寓意 比喻那些见识狭窄 短浅 而又盲目自大 不接受新事物 不识大局的人 例句 年轻人要多长见识 坐井观天是不可取的 刮目相看 成语故事 从前有个特别厉害的武将叫吕蒙 以前家里 没钱 让他去学校读书 所以他只认识几个汉字 一天 他帮朋友卖米 却连米字 也不会写 被朋友教训道 你不能只会打仗 还要多读书十字 这样才能做个有智慧的武将 于是 吕蒙利用一切空闲时间读书学习 一段时间后军师 鲁肃来到营地视察 惊讶地发现 他在短短时间内学识大增 对其敬佩不已 寓意 形容他人有了很大的进步 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 例句 他平时数学成绩一般 这次能考到班级第一名 真让人刮目相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